她是个平凡普通的女孩,却受到两个大帅哥的狂热追求,女孩名叫汉景,是个高中生,汉景自幼父母离夜,一起生活的父亲也于不久前病故,孤身一人的她独自来到首尔投靠母亲。 在去首尔的地铁站里,汉景巧遇了两大校园帮派的伙批,两个帮派的头套都是各自学校的风云人物,其中八道冷峻的叫海元,是个家世显赫的花花公子,另一个英俊温柔的叫泰成,是个谦谦君子。 凭借着不凡的身手和出众的外形,两人俘获了大批迷妹,和一山不容二伙,两个大帅哥也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。 转随到首尔后,汉景才发现,自己日思夜想的男友被最好的朋友抢走了,为此,汉景在公交车上哭得像个泪人。 好巧不巧的,两大帅哥之一的海元也在这辆公交上,见汉景哭得伤心,海元尚且安慰。 此时的汉景还没意识到,这竟是缘分的开始,得知姐姐被甩后,汉景的妹妹决定将姐姐介绍给全校最受欢迎的海元。 汉景不厌其烦尴尬地跑开了,不巧就在路上遇见了另一位大帅哥泰成。 泰成对汉景一见钟情,拉起他便在雨中奔跑,如此浪漫的相遇,让汉景着实心动了一把。 更巧的算,海元也在现场,海元奉劝汉景,别对泰成动心。 汉景一边说着自己才没动心呢,一边渐渐喝醉了,最后还是海元将他背回了家。 路上汉景各种说胡话还差点吐了海元最喜欢的绿色围巾,可不知为何,海元却渐渐被这个可爱又迷惑的女生吸引。 从那天以后,两大帅哥便展开了对汉景的狂热攻势。 先是泰成,泰成溜到汉景的学校,转门给他送披萨和可乐,还警告同班女生不许欺负他。 放学时,泰成又堵在学校门口等汉景一起,这下海元不爽了,他在所有同学面前公开声称,汉景是自己的女人,还让手下小弟围堵泰成这个竞争对手。 泰成寡不敌众,汉元还要上去揍他。 汉景却为泰成求情,汉元只好罢手,可离开的眼神中全是落寞。 那天放学,汉景坐上了泰成的摩托车,海帮泰成贴创可贴。 泰成的年纪比汉景小,在汉景面前他各种卖萌撒娇,最后干脆沉寂告白。 汉景不知该如何回答,只好匆匆离去。 回家后,汉景的心陷入了犹豫,海元和泰成一个霸道,一个温柔,他不知该如何抉择。 一个晚上,泰成约汉景出来玩,可汉景等了许久,泰成都没出现,反而等来了海元。 海元一脸霸道地警告他,以后不要对着他笑,不要出现在他面前。 汉景当要知趣地走开,海元却又抓住了他的手臂,还来了句深情告白。 汉景来不及反应,海元又将他拉上车,还要他在五分钟之内给自己答案。 五分钟到了,汉景却始终没有给出回复,海元直接扔给他一只手机, 警告他要是不回复自己的短信,不接自己的电话,那就死定了。 回家后,汉景担心泰成,可泰成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,汉景不知道泰成的奶奶刚刚去世,此刻他正伤心着。 而海元不停地在打电话给汉景,可汉景却始终不接。 可没想到越是这样,海元对汉景越伤心,他还是第一个不接自己电话的女孩。 一日,海元拉着汉景去约会,不想遇见泰成被混混群殴。 汉景担心泰成,为了不让心爱的女孩伤神,海元竟出乎意料地出手去救泰成,还要汉景趁乱带泰成先走。 汉景照做了,泰成被打得满脸是伤,汉景着急坏了,又是帮他擦拭伤口,又是给他做粥吃。 同一时间,海元被混混们打得满脸是血,可心爱的女孩却带着别的男孩离开了。 一贯霸道的海元,在夜色下的街头有种小哭的冲动。 一日见海元受伤的模样,汉景又心生愧疚,汉元见状想索稳,可泰成却不凑巧地来了电话。 这下,两个男孩坐在一起,公开争夺起了汉景。 海元说汉景是自己的女孩,泰成说,海元这家伙不靠谱,两个男孩针锋相对。 都说绝不会将汉景让给对方的。 最后,有都问汉景选谁,汉景看着两个同样帅气的男孩,根本无法回答。 泰成咄咄逼人,说汉景照顾了自己一晚上,还煮粥给自己喝,文言海元伤心地领圈。 汉景见状追了出去,在马路上还不设弄丢了一只鞋子。 海元并未走远,还耐心地帮汉景穿鞋子。 汉景被眼前的男孩打动,终于和海元走到了一起。 相反的,泰成却伤心了。 几天后,海元和同学举办狂欢派对,却偏偏没有叫上汉景。 在他看来,这种派对不适合汉景,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孩被那些乌糟糟的女人带坏了。 可汉景却吃醋了,晚上打扮得花枝招展来到派对。 海元让汉景换掉衣服,汉景还撅嘴不乐意。 汉景去洗手间,不想就遭到陌生男人的轻薄,是海元帮他一拳头撂倒男人。 汉景哭得稀里哗啦,海元这个向来霸道男孩,此刻却温柔地安慰他。 见汉景的眼泪受不住,汉元直接吻上了他的唇,这还是汉景的初吻。 深夜,汉景还沉浸在甜蜜的恋情中,泰成却忽然来了电话。 泰成伤心但问汉景,真的那么喜欢海元吗? 是不知道自己好难受? 汉景不知该如何回答,他也弄不清自己对泰成的心意。 几天后,汉景去泰成家看他,却意外发现一张照片,上面是一个男人和姐弟俩的合照。 而那个男人竟然就是汉景的父亲,那个女孩就是年幼时的汉景。 汉景回家问母亲究竟是怎么回事,母亲的回答竟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。 原来汉景的父亲曾和别的女人有过一个孩子,而那个孩子就是泰成。 汉景终于想起来了,原来泰成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,小时候的他们很亲密,可现在他这个做姐姐的却将弟弟给忘了。 得知真相后,汉景给泰成打电话,不想泰成却在路上遭遇了车祸。 还好车祸不太严重,汉景哭着问泰成为什么不早告诉自己。 泰成只说,因为姐姐看上去是那样的幸福,汉景不理解泰成的话,只说自己以后会好好照顾这个势而复得的弟弟。 在医院照顾泰成的期间,汉原一来了,两人一见面就剪拔弩张。 汉景笑呵呵地让两人握手言和,没辙了,两个男孩只好将就着和好。 出院后,泰成和汉景一起去给过世的父亲扫墨。 泰成的母亲和两人的奶奶都在澳洲,想将泰成也带过去,可泰成却拒绝了他只想和姐姐一起生活。 从那天开始,汉景就常来泰成家照顾他,汉原每次都会同行。 见汉景姐弟俩打打闹闹的,汉原心里各种不舒服,虽说是姐弟,可泰成每次见姐姐和汉原亲热,心里同样的不舒服。 终于有一天,泰成问汉景,对他来说,自己真的只是弟弟吗? 泰成恨自己是汉景的弟弟,因为他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姐姐。 说完,泰成已经泪流满面,弟弟突如其来地告白,让汉景不知所措。 闷心自问,他真的没有对弟弟动过心吗? 汉景的心断了,因为这件事,汉景和汉原第一次吵架了。 他告诉汉原,泰成只是自己的弟弟而已,没必要因为自己和弟弟在一起而吃醋。 可刚说完,他便浮在汉原怀抱里哭了起来。 是的,这些话连汉景自己都不相信。 也是从那晚开始,汉景和汉原之间出现了裂缝。 泰成常常在汉景和汉原约会时,打电话给他,而汉景也总是抛下男友去找泰成。 泰成又忽然告诉汉景,那天说的喜欢姐姐只是个玩笑,让姐姐别放在心上。 汉景没有再追问,他们像家人一样相处着,一起去拍照,一起去游乐园。 可汉景的目光却常常游离到泰成的身上,而泰成也总是躲在角落里偷偷哭泣。 一天,泰成和汉景在外,巧遇了海原。 海原正跟一个爱慕她的女同学在一起,汉景吃醋了,海原见自己的女孩和泰成在一起,更是心里不舒服,而泰成则替姐姐感到不迟。 为了激怒海原,泰成直接将手搭在了汉景的肩上。 海原见状恼羞承诺,上来就和泰成打坐一团,而汉景却生气地转身离开。 一日,汉景质问女同学是怎么回事,女孩谎称是泰成找她故意勾搭海原,以此来拆散他们。 汉景不相信,两人起了争执,海原刚好路过,女孩立刻装出一副被欺负了的样子。 海原误以为女友伤害了女同学,对汉景冷眼相看。 汉景问海原是不是真的不相信自己,汉原已经分不清了,她不知道汉景真正喜欢的是谁,是她还是泰成。 汉景让她变得疯狂,让她几乎失去了理智。 伤心之下,汉原提出了分手,分手后,汉景伤心地哭着。 汉原也在教室里狂杂乱衰,发泄心中的悲伤。 那天雨下得很大,伤心的汉景来见泰成,不想却听见泰成和女同学的对话。 得知原来真的是泰成收买女同学,拆散她和海原的。 愤怒之下,汉景离席而去,泰成想解释真的不是她干的,这些都是女同学的诬陷,可汉景却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她的话。 汉景走后,泰成被一群混混围堵,双拳难敌四手,泰成在打斗中落了下风。 得知泰成被打,汉原赶过去帮她,这次两人联手打败了对手,也因此彻底兵事前嫌。 深夜,两个男孩在火堆前聊天,泰成告诉汉原他决定去澳洲,可能从此以后都不回来了,所以拜托汉原帮自己好好照顾汉景。 泰成离开那日,汉景被两个女同学欺负,原来上次的事,的确是女同学的栽赃嫁祸,泰成是无辜的,幸好汉原及时赶到,去退了女同学。 随后汉原骑上摩托,带汉景奔向机场。 泰成不让汉原告诉汉景自己的离开,如果可以,他只祈求下辈子,汉景不要再做自己的姐姐。 尽管如此,汉原还是告诉了汉景,他不想让自己的女孩后悔一辈子。 汉原载着汉景飞奔到了机场附近,可还是来晚了,泰成的飞机已经起飞。 汉景哭得很伤心,他恨自己没有相信泰成,也恨自己在两段感情中徘徊不定。 时隔多日后,泰成终于从澳洲发来了视频,视频中泰成已经有了女朋友,日子过得十分潇洒,甚至还祝福汉景和汉原。 汉景一遍遍地看着视频,此时的他仍然和汉原在一起, 仍然只当泰成是弟弟。不一会儿,泰成来了电话,说自己即将去旅行,要姐姐放心。 可刚挂掉电话,泰成的眼中便沁满了泪水。 他来到海边狂奔发泄,一遍遍地呼喊着汉景的名字。 他好爱好爱汉景,可他却不能告诉汉景那残酷的真相。 原来泰成患了癌症,即将双目失明,他不愿姐姐得知真相后伤心,所以才故意编造自己过得幸福的谎言。 上天并未怜悯泰成,他的病情愈发严重,直到被推荐的手术室。 进手术室之前,泰成嘱咐奶奶,万一自己手术失败,万一自己再没了呼吸,一定别将真相告诉汉景。 要让汉景始终坚信,他在澳洲过着幸福的生活。 故事的结局很悲伤,泰成终身没能从手术台上起身。 脑海中童年时和姐姐相处的画面,是他一生最后也最美好的回忆。 他好爱好爱姐姐,这种爱超过了姐弟亲情。 泰成走后,女友于心不忍,回国向汉景说出了真相,得知真相的汉景泪流满面。 他来到海边,一遍遍呼唤着泰成的名字,一直以来都是泰成的隐忍,他这个做姐姐的浅达太多。 海风摇曳不止,昔日那个阳光却倦强的少年,再也回不来了。 只是和姐姐在一起的每一天,都是他此生最幸福的时光。 这是一部典型的两男追一女的校园青春电影,加上癌症,弟弟爱上姐姐等元素,看电影显得有些狗血。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,十几岁的女孩子心中,都有两个梦想的男孩,一个像极的海员,霸道冷峻,一个像极的泰成,温柔,隐忍。 回味这部电影,或许会让我们回到中学时候,本片是献给所有懵懂纯真女孩的青春晚哥。 那时候的我们少不更事,有着单纯的向往,花痴笨拙,却有着朦胧的幻想,那段岁月正如这部电影的基调。 美丽而又悲伤,如果能借此回首,或许也会有种死情以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以往然的淡淡悲怆。 电影结束。 好了,今天就到这里了,欢迎关注米虫。 每天定时搭搭美唇关影,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,拜拜。